歡迎加入NBA Today 看完了剛剛那段影片 就知道接下來的男主角是誰 那就是灰狼的Anthony Edwards 雖然才在奧運拿下金牌 只可惜不是免死金牌 因為最近藝人的一番言論 可是惹毛了NBA大前輩 沒錯 年少輕狂的AE 是說上個世代的球星 打球是毫無技術可言 那這可是讓上古神獸魔術強森 完全聽不下去 那他會用怎麼樣的方法反擊呢 馬上來聽聽看 說起這個夏天 收穫最多的年輕球星 蟻人Anthony Edwards 絕對是數一數二 先是在季後賽帶領灰狼 闖進久違多年的西區冠軍賽 接著就跟隨一票勞大哥 奪下巴黎奧運的金牌 然而運勢震望的他 卻因為這段發言 而遭到大千輩給盯上了 在最近的訪問 Anthony Edwards 問他如何年齡比他前輩 然後說 我還沒看過那天 所以我還沒說話 他們說當時比現在還要困難 但我還沒想到 當時有任何技術 Michael Jordan 是真的有任何技術 你知道嗎 所以當他們看到Coby 他們就覺得 我的天啊 但現在大家都有技術 哇 這段話一流傳出去 廣大媒體社群就只有兩個反應 一是難不成蟻人 真的跟喬丹有關係 二是年少輕狂的AE 這下又惹到上股神獸們啦 果不其然 號稱空衛之神的 Magic Johnson出面回嗆囉 Edwards just said the other day that there really wasn't any skilled players in the NBA back in the day outside of Michael Jordan 嗯嗯嗯嗯 那是他所說的 對 你的反應是 Earvan and Magic Johnson 你知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反應 一個人從來沒有贏了一場比賽 有什麼東西可以說 他沒有贏了一場比賽 我不知道他還能贏了一場比賽 魔術這段回應夠嗆 這下之後數的討論 肯定會鬧得沸沸揚揚 只不過這個話題卻意外延伸 讓字母哥Yanis Antetokounmpo 躺著眼中槍 作為近年球迷網友們 批評毫無球技 全是體能的現代球型代表 希臘怪胎也完全被學長 Kevin Garnett給看扁啦 垃圾花一流的KG真的太狠 把MB跟Tayton擺在字母哥前面 那就先這麼算了 要是Yanis只能當老四 那這第三名又是哪位咧 不管是後場的 Jalen Bronson Donovan Mitchell 還是前場的Jimmy Butler 或Paulo Bencaro 只有更拿過兩次年度 NVB的字母哥比 可能也都還不太夠 但往另一個角度翔 獲出就將成為Yanis 新賽季的新動力 最大的力哲 當然就是有瓜吃 也有好球看的各位球迷 接下來關心國內籃壇 海神菜鳥魏良哲 目前正在跨聯盟邀請賽 積極奮戰當中 而他也喊出新賽季的目標 就是要搶下新人王 好 另外要關心一位 比較勵志的球員 那就是榮毅生 他在去年抗癌成功之後 花費了一年的時間 重新鍛煉身體 回到直籃賽場 馬上來聽聽看他的行路歷程 跨聯盟邀請賽 在基隆市立體育館 點燃戰火 今年秋天要迎接 第一個賽季的 臺灣職業籃球大聯盟 派出幾乎由年輕球員 組成的TPBO聯隊參賽 雖然在對上強敵 菲律賓大學隊的比賽 以四數比八十四大比分輸球 TPBO聯隊正中 還是有表現 令人印象深刻的球員 首輪第四順位 加盟高雄全家海神的 魏良哲存在感很高 第一節後段替補上陣 連拿六分率領球隊 一度將分差 追到剩下五分 他這場比賽上場十九分鐘 繳出全隊最高的十分三助攻 展現十足的進攻企圖心 我覺得因為對上菲律賓的 這個球隊 那是這個跨聯盟比賽 我最想打的經典的一戰 那其實我很早就準備好這一場 我自己也有看一下 他們會對到的位置 角色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也有 東南亞的協同 其實也有越南的協同 所以在對上東南亞球隊 其實我也不會想輸他們 就是激乱我的鬥志 所以想跟他們挑戰跟對抗 七月底TPBL選秀會結束 確定加盟海神後 魏良哲就立刻向球隊報到 歷經三週的團隊訓練後 在參加跨聯盟邀請賽以賽代訓 接下來海神的兩場夏季聯賽 也不會缺席 而他的空位楷模 Jason Brickman新賽季 預計也會重返海神 魏良哲期待自己 從防守帶動進攻 幫助球隊 至於蔡鳥年的目標 當然就是瞄準新人王 這一季還是會有他 那我也很期待可以跟他見面 然後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經驗 然後跟技巧 可能會從板凳出發第六輪 或是不管什麼時候上場 就是盡我最大的能力 去幫助球隊 那控制好節奏 然後幫忙分擔 Brookman的上場時間 然後去改變一下 現在球場的戰局 然後跟氣勢 看完了蔡鳥的新賽季期續 接著把焦點放在2023年抗癌成功 如同重獲新生的榮毅森 他從去年夏天開始 花費一年時間 重新鍛鍊身體 找回肌肉量 榮毅森把這個過程 形容為重組 期待能重返職業賽場 在治療過程中 身體算是真的是 徹底的就是重組 然後肌肉什麼都完全跑掉 所以就重新練回來也很開心 沒有重組失敗了 就是算滿成功的 自己覺得 去年就等於把自己再準備好 然後今年看有沒有機會 再重新踏入職業球場上面 自己現在延伸經歷來說 可能比很多人都不一樣 然後也 也不要珍惜這段時間 就是還能夠在場上奔跑的時間 期待不管是浴火重生的抗癌鬥士 還是備受矚目的首輪新秀 都能藉著跨聯盟邀請賽 慢慢找到自己的球感 在TPBL新賽季大展身手 YG台採訪報導